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萨神省会李贾拉的地图 接下来我们要到的东南角 一个高档小区 去看看那里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和价格 是一片新区 这片区都叫Dreams 这边的路前面都有一个Grain 它是个蛮漂亮的一个居民区 都是两层半啊 在地下室 好了 到地方了 开始了萨神Regener的房产考察之旅 那么这个小区大家看到了还是很漂亮的 起码在夏天是非常美的 我们今天要看的房子就是这一套 这个小区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应该是一个相当高档次的小区 而且比较新 今天我们要参观这套房子是五个卧室 四个bass room 好 我们现在来参观一下 海叔你好 你好 小乔 你好 你好 欢迎 欢迎 今天跟你来看我们李贾那的豪宅了 好啊 好啊 这套房子是五个卧室 对 有五个卧室 有四个洗手间 对 是 小乔 这个房子是来一年建的 是2018年建的 那很新啊 是很新的 对 这一片区的房子都是比较新的房子 对吧 我们能不能参观一下 可以 可以 这个是刚一进门 有一个bass room two piece的bass room 对 叫半卫是吧 叫半卫 对 对 好 我们再往这边走 太多了也学会了 再往这边走 这边应该是叫一个mattroom 对 这里是车库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从车库 好大的车库 这是三车库的 三车库 对 对对对 是 而且地面都做过处理了 地面是做过处理的 对 哇 这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屋主 这个房子细节是做的比较好的 对 建了之后 你看看 这铺了瓷砖 这个是瓷砖的 这个是面砖 它为什么叫mattroom呢 就是你带着你一把进来 然后再把鞋脱了 对 衣服挂起来 衣服挂在这里 而且有洗衣机烘干机 脏的衣服可以直接就放在这边 而且还是很方便的 对 我们在 木地板 这个是石木的地板 石木的啊 对 它叫Engineer Hardwood 是比较高档的石木地板 就是经过工程强化的石木地板 是的 比原木地板要经久来用 现在来到厨房 厨房白色的 比较时尚 然后又显高档的厨房 而且我们的炉子呀 电器呀 冰箱呀 三星的 嗯 都是Steerless 对 看起来比较高档 这个烧的是煤气吗 这个是煤气的 是 然后这边都有一个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或者是痛风的 嗯 这个是没有潮外的 嗯 应该就是室内循环的 大部分 这个要改造了可能 因为这个是西人的家庭 西人家庭 他们做菜啊 可能没有那么多油 对 所以他们一般 就是有个内循环的 这样一个 对 换一下抽油的 抽烟子 然后 这个改也不难了 嗯 不难改 因为从后面可以 因为后面就是外墙了 对 我们可以从这个 就大家注意一下 这小技巧 就是说 你要知道这个抽油烟机 是内循环 外循环 你看这里 上面就是说 这个微波炉上面 有没有管子 就知道了 没管子 那就是内循环 就是说 它这个吸出来之后 就就从边上就走了 又回到客厅里了 是的 是的 一般西人的家庭 都是在这个 啊 微波炉下面 有一个抽风的 而且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台面 也是很高档的 对 纯大理石台面 嗯 是吧 纯大理石的 对对对 不是房的 不是房的 对 他们这个房子的细节啊 用用材料 是用的材料比较好 你看那个客厅 客厅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 它这应该是一个会客厅 然后这个墙面也是用的 tile 也是瓷砖的墙面 嗯 看起来 这个比较少见 因为它的木头结构 一般用瓷砖 用的量不会这么高 对 大部分就是一面墙 这样的话 屋主他又 又多加了些钱 把它改造的 反正 很舒服 这个房子感觉就是很舒服 很有格调 很舒服 嗯 然后看后院 嗯 我很喜欢它这个窗子 窗子挺 挺大 挺明亮的 很大的 很落地的 对 是 而且整个小区也非常漂亮 小区很好看 很漂亮 然后这个外面还是个很大的 一个deck 嗯 看这看 我们可以到外面来看一下 哦 BBQ 炉子 嗯 哇 坐在这里 院子也很好收拾 嗯 院子是比较复合规则的 不是特别大 也不是特别小的院子 是 对 而且种上小树 等这些树长大了之后 你会跟邻居 有一个隔离 比较私密 这个房子呢 还是只有左右两个邻居 后面的话 就是一个 前后没有 一个alley 对 哦 对 后面是条路 后面是条路 对 哦 所以说它的隐私性还是比较好的 对 是 让我们上去再看看 好啊 好 还有两层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你 好 我们上楼去 哇 这是有小朋友是吧 对 这个主人家 应该是有小朋友 嘿嘿 大家看看 应该是有两个小朋友 上来之后 还有一个小客厅 对 现在我们来到二楼 二楼这边呢 有一个比较罕见的 算是bonus room 就是有一个小客厅 像我看这边 有小朋友的小沙发 嗯 还有电视 很可爱 嗯 嗯 相当可爱 这个面积也不小了 是的 这个房子的整体面积是1910平方尺 不含地下室吧 不包括地下室 嗯 差不多180平米 对 我们来看一下 一进入二楼呢 这里有一个 Four Piece的 也就是Four Buss Four Size Bathroom 而且它这个 台面也是大理石台面 嗯 浴缸 浴缸淋浴 浴缸淋浴 所以Four Pieces 它的地面也都是 就是地毯 面砖 对瓷砖 哦 用料也是非常的 这里面是瓷砖 对 然后 用料都很好 外面就是地毯 外面也是地毯 对 然后 第一个卧室呢 是一个小朋友的卧室 对 应该是 看起来好像是小宝宝椅 很小 对 是 然后 每个卧室里面都有衣柜 对 你还没搬走啊 嗯 他们主人应该是搬到了别的城市 我看这些衣服留下来 还都是冬天的衣服 夏天的衣服 对应该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间卧室 哦 这也是一个 更大一点小朋友 小朋友的卧室 对 我很喜欢这个卧室 它是窗子都比较大 通风 通光啊 通透性 比较强 对 跑车 这个男孩啊 男孩子比较喜欢吃 这边还有一个很好的利用的空间 操作台 嗯 如果是大人 小孩子在那边玩 大人可以坐个椅子 然后电脑放在这边 可以办公啊 或者做一下自己的事情 这个地 就是一个 它这应该是叫Linny Closet 对 哎 放一些 毛巾 毛巾 对 好 这边呢 就是主人的 Master Bedroom了 这个是主卧 对 主卧也是非常通透的 对 有好几个床子 有空间感 哦 很多个小窗户 是 这个是Walking Closet 然后这边呢 是女士的衣服 衣柜 这边是男士的 女士的 纵身更长一些啊 哈哈 女士的衣服啊 鞋子会更多一点 对对对 这样很好 这样就是 换衣服 男的去这边 女的来这边 好 然后进来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 也是装饰 装修比较好的一个 4 piece的 bathroom 而且它还有两个 这样的 2 sinks 对 2 sinks 早上起来也不会抢 干湿分离 这就是 这边有一个 马桶 对 推拉门 这样比较节省空间 是不是 技术还那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推拉门 我们可以去地下室看一下 好的好的 在这我先去开灯 哎 灯是开着的 检查一下 把灯都打 地下室 我们来到地下室 哦 地下室也是有一个窗户 窗子 对 我就发现这边的房子 其实它 地基都挺高的 就是为了让地下室 能够有一部分露出地面啊 对 地下室的窗子 尤其是地下室的卧室 如果它地下室的卧室 如果成为一个卧室的话 它是对窗子的 对 高度和宽度是有要求的 对 哇 这里是个很好的一个 饮食 这里是设备房 设备间 哇 还放了个大冰箱在这里 有一个冰柜 这边还有个冰箱 对 这么多的 它这个设备间 还有一个冰箱 当杂物了它 可以当做一个储藏室 对 这一关就没有声音了 对 而且发现它这个确实是 隔音效果很好的 对 新的关系 然后来到我们的这边 有一间 卧室 卧室 我知道 就是咱们西方人他比较喜欢在地下室 在地下室 就是说有很多我们的地下室的family room都在地下室 因为地下室比较凉快 夏天尤其是在夏天比较凉快 他们会觉得很舒服 对 这么大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是挺大的 四扇门的 很大 它这是按照家庭居住的标准来改造驾驶 不是按出租的标准 而且它的这个 这个房间的这个做工也是用的材料非常好 这边还有一间卧室 或者是这个当一个客房 有客人过来的时候 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 拍那个大镜子 小乔 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公布一下这个房子价格 好的 好的 可以的 这个房子呢 挂牌价格是七十六万四千九 七十六万四千九 对 对 因为这个房子呢 首先来说它的location 它的地理位置 是处在里甲纳的东部 东部的这个位置 离我们华人最喜欢逛的超市Costco 是非常非常近的 开车五分钟就可以到Costco 还有这周围有很多新建的学校 water park playground 就是设施非常的齐全 同时这片区 这个小区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小区 也是我们华人最喜欢购房的一个社区 非常适合家庭 就是说你想搬来加拿大 或想搬来萨省里甲纳来住的话 如果自己家庭过来住 在这边住是非常舒服的 我们问一下就是说 这个七十多万这个价格在里甲纳的话 属于什么水平呢 七十几万的价格在里甲纳的话 属于中等偏上 中等偏上 就是他在细节做细节方面做了很多 所以说他的这个价格呢 就是会中等偏上一些 嗯 好的 非常感谢啊 这个房子的确 这个从做工品质来看就是这种高档房 大家好 如果你对里甲纳的房子 或对Mustro的房子 也就是对萨省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海苏微信 23099 我也把小桥的这个微信呢 推给大家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海苏频道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 关于这个rejana房子的这个视频 嗯 要上线 所以呢 记得关注 记得点赞 记得留言 也希望能转发给更多呢 有这个需求的朋友 好 谢谢大家